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这古风 我因为上海也看到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一直到二十多二十年代 上世纪二十年还有化妆乞丐的 这件事情原先有一个一本 有一本有一本书叫《春生旧梦》 里边说的一个最夸张的买单的例子 就是当时上海有一个富家子弟 这人叫叶仲芳 他的爸爸叫叶陈忠 就是上海有个中学 叫陈忠中学 就是他爸爸班 这个人是真正的富二代 然后他就是有一次在大西洋 大西洋请客 大冷的天气 大西洋请客 很多很多的朋友叫过来 因为当年的上海 二十年代末的时候 上海没有这种空调 所以都是穿着球皮大衣 都是最冷的天 他故意把这个屋子烧得像一个澡堂子这么热 他就穿你那个短裤就站在门口 就夏天那个打扮 给那个黄酒啊什么 里边都放那个姜片 那种发热的那种东西 让这帮人喝 烧火炉 那么一进来这么热的 个个都把那个球皮大衣挂在门口了 喝到最后他就出来了 他一直不出来 喝到最后他出来 他说各位啊实在对不起 今天大家是不是喝得挺好 喝得汗流加倍的时候 他说我今天没钱了 把你们这些皮大衣服都荡掉了 荡掉了 他说没办法 他说我也没钱 所以呢就一把荡票 荡票就扔在这个 扔向天空 他人就走掉了 走掉以后这帮人都穿着短裤 短袖的外头就下着雪 黄包车你坐在上面 这个忙费的简直人人都骂 图什么呢 图什么呢 要搞这个 当时这种怪人特别多 宣写一下 结果呢 过了一两天 每家的 他都朋友嘛 每家就来一个佣人 拿一个大盒子 说对不起 他说那个我主人替你买了一个新的 拿过来一穿 却是和声的 他就是做这种 当时有钱的人和现在有钱的人 干的事情不一样 他先戏弄你一下 然后最后又救济你一下 这个人非常怪 而且他又是 经常做这种恶作剧的事情 或者化妆成一个乞丐 或者是干什么 但是到最后就是 也是家里面 他老婆也跟他离婚了 但是后来又变成一个 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 参加中国远政军 死在缅甸 这么一个奇怪的人 就是名士派头啊 戏弄人间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叫什么 这个写那个官场现行记 这个叫李柏源 他写过一个段子 他是写再早的上海的司马路的时候 还是晚清时代 上海也就是司马路了 说这个大将军 他们说叫清代赵云 白衣白马这个大将军 但是他一有钱就到上海来 上海来就化妆成一个乞丐 就跪在司马路上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 发地铁小广告一样的 看见女孩子来 因为司马路的女人多嘛 都最时髦的女人 就拿一张手指 发一张手指 看见女孩子来 就发一张手指 把手指发完 他就走了 他这个笔记题就写得特别简洁 就是说 他说拿到这张手指的人 带回家的人 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黄金 黄金座的叶子 金叶 对 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告诉读者 就是说 肯定有很多漂亮女孩子 当街就扔掉了 或者根本就不接嘛 肯定是我猜想肯定是善良的女孩子 一看她跪在那边 发那个我带回去了 那你说他这个 他这个干嘛呢 后来看那个北京的这个 也是清代的笔记里面也有 就八旗子弟当时就是有这个时髦 就是不像现在的富二代 他买一个什么法拉利或者什么 善才不让人看见 他就是做乞丐 说是在北京西郊一个什么地方 这个一个好事的人就远看 有那么三四个乞丐 然后比如说我估计像马老师那样的人 就盯着这个人看 看他有什么破绽没有 就后来看见其中有一个乞丐的大拇指 上面有一个翡翠的扳子 他脱不下来 脱不下来 好像这个是过去射箭用的是吧 结果他就扣在那边看 结果到了黄昏的时候 看见两辆豪华的马车过来 还有太监出来车里头 给他们更衣洗脸 然后换上那个紧缎的衣服 绝尘而去 但是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这古风 我因为上海也看到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一直到二十多二十年代 上世纪二十年还有化妆乞丐的 好玩 装穷 他有一个理论是说 穷人装富很难吧 富人装穷更难 他有一个难度 你有钱 你说过高等教育 你在那跪着都不像 你肯定不像 你想把自己装像了 就那种乞讨劲 也是很难的 这种其实我觉得倒是更吸引我 它奇特 奇人 意识 就是所以有人就讲说 大家在饭桌上都差不多 到买单的时候都是一个神经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上一回听他们说 有一个餐馆 叫什么餐馆的老板 就特别有个性 就培训的时候 跟那个员工 就是那个买单的员工说 我跟你们讲 你们到包房去收账 比如说一个人说买单 你就盯着这个人 你绝对哪一个人先说买单的 因为有很多人说假称的 买单 南国边上有人抢来抢去 一般叫的都不是最合买 老板说你不管别人 你就必须盯着第一个说买单的人 真的 我就听过那个 真的你要小心 不要假装抢单 就是有的那个餐馆里的那个收银员啊 他有时候他也挺损的 跟你恶作剧 对啊 就两个人抢着把信用卡递过来的时候啊 后边那个有点哆嗦的那个 他曾给你打过 傻了 我原来啊想写一本书 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些书 就比如说二十年之目睹怪现象什么等等 本来想写一本书叫吃饭祭 就这么多年吃的古怪的饭 您还吃过什么古怪的饭 北京这古怪的饭说起来都 就是你闻所未闻 我有一个香港朋友找我来 他说我求你一事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我欠人人情 说我得上人那吃顿饭 你陪我去 咱就把这人情了了 然后我说我去干嘛去啊 他说哎呀 我说这个我这北京没什么人 就是咱好歹凑一桌 咱去了吃一顿饭 我把人情还了 这个地方它是不对外的 你知道吗 我还约了另外几个人 全都找不着 就费好大劲 最后才都终于 一共就六个人凑齐了 到他那吃饭 一进去就非常不气 进去以后 一进屋我就啥了 他怎么吃饭 我们六个人 大厅里一礼堂里吃饭 一人给一张桌子 一人给一宝座 这六个人呢 谁也不爱谁 谁也不爱谁 然后我这么大个上去 腿是郎当着的 就跟幼儿园那似的 然后一人一大桌子 六个人 我说在这屋吃饭吗 他说吃饭 我说那这饭没法吃 我说你这是什么人情啊 我说这个受不了 然后后来我说 这个没法吃 因为这个桌子 跟那个桌子隔着得喊 对 我说咱换一个 然后呢 就换了个地儿 换了一张大桌子 也算了 那个椅子也是超大 就是腿不着地 就吃完了以后 那老板一来 一看是我说 啊 马先生来了 免单了 他那吃饭太贵 你知道吗 他还他这一个 这叫刷链 刷链了 结果马先生 他欠上了 结果呢 没有还人情 还把这单给免了 所以这金也有个著名的论断啊 说这个中国文化的奥秘 在于饭局 饭局 最终饭局 我们的聚会 就是都是饭局 有事没事就吃饭了